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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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又是居報警人Billy 今次的影片比較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 Pokemon Card 25周年的特典卡 即是Pokemon Card的發送方式 就由 之前有個老大之亂 生日比卡超那些人排隊 所以官方也聽到 我們玩家的聲音變回 一張卡 就是去店舖打比賽 才會得到 我現在手上這張 就是頭一輪的 輪琴貓 我都見 無論是Pose 或者是科林 或者是一些交易的群組 都會有些師兄陸續問 到底我怎樣可以 打到這張卡 因為他們就不知道哪裏有比賽 第二就是 他怎樣去打 的時候有沒有最低的成本 可以去完成一次比賽 就可以拿到這些Promo Card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是有的 就是我們在Pokemon的世界 其實是有這些 叫做預組的 Starter 它是一買回來 已經會有60張卡 裡面已經會有 一些傷害指示物 以及會有說明書 所以最簡單 這個通常定價 會是45元左右 你買了一盒45元的Starter 然後 因為他這次的比賽規定 就是一定要入 10張25周年的卡 去排座裡面 所以最簡單就是 你用45元買入了一個Starter 然後隨便買10張25周年的卡 就放進去 然後換走這裏的10張卡 那麼 在這個 卡裡面 其實是會有限到 每一張同名的卡 只能夠可以入4張 其實你最簡單 你隨便買10張 你喜歡的這些Pokemon卡 然後就換進去 Starter裡面 記住每一個名字 只是可以入4張而已 但是我也相信 如果你真的 去到那間店家裡 跟他們說你是想報名參加這個 25周年的比賽 其實他們都會教你 怎樣砌進去 怎樣買10張 然後放進去 那麼 你真心投入這個卡遊戲 其實就 很多師兄都會教你 在卡鋪那裡 又或者是 如果你不想收10張 你想頂天由命 其實你就想買一個Starter 45元 然後買三包 這個25周年卡包 那麼就可以 這裡隨便拿10張 刷進去 那就搞定了 即是你可以不用收卡也可以 那麼 這裡一包 應該是23 還是24元 那你就是 都是100元左右 就可以 有一個可以入場比賽的卡 那就 也都會有人問 因為 到底 我怎樣才知道 哪一個地區 或者哪間店 什麼時候比賽 好像沒有一個很統一的 網去做 統籌的 那麼我自己 都由7月底入坑 都發覺是真的 資訊是非常之 不流通的 那麼我都花了不少工夫 去找了 應該是我找到的 全香港的卡鋪 那麼我都會把所有卡鋪的名字 以及他們的 Facebook 那些連結 都放在下面 我們那個資訊欄那裡的 那麼如果有興趣 想看回哪一區最近你 或者你方便 上班 或者放學去那裡 那麼你去回那個地區 找回那個卡鋪 去回Facebook 那麼他們通常 每個Facebook 都會公佈回 那個比賽 到底他們是 定在哪一天的 那麼每間店鋪都會有不同的雜性 有些可能是 放工時間開 那麼天月那些 通常都會是這樣的 也有些個別地區 就會是星期六日搞的 你要自己找回 最近那間卡鋪 就可以去參加比賽 就拿到一張 Promo Card 這個Promo Card 第一輪 就是10月25至11月14日 就是這張輪琴貓的 那生日比卡超 就是由11月15日 去到12月5日 都是生日比卡超的 那接著 烈咬綠沙 就是由12月6日 到12月26日 到12月26日 那最後那輪呢 就是這個疊疊 就是由12月27日 到1月16日 所以如果你真的 沒有玩開 然後又想收藏呢 那其實 你只是用45元 加10張卡 其實你就可以打滿 由今天開始 打到1月16日 都是這樣打 那其實一定比你便宜 就這樣買一張這樣的卡 因為現在這些卡 應該都差不多 100元左右 一張 那其實你用100元 去組一個牌組 然後去參加比賽 一定比你便宜 這樣買 那祝大家 沒有混亂通 拿到這些 成功拿到Promo Card 其實都挺漂亮的 那這個紅色Tag 就是不可以放入比賽用 是復刻的 藍色就是可以去比賽的 好 那這條片應該都是一些新手向的 所以我就 都不講解太多 譬如這些Tag的東西了 那去到店家 就一定會有師兄教你怎樣去玩的 那這次這條片呢 就去到這裏了 如果喜歡這條片 就給個like我啦 如果都 原來身邊有不少 都是collector friend 沒有玩開 但是又想拿的 都可以share我的影片 我下面的資訊欄會有全香港的店鋪 那如果原來你也是店鋪店主的 你發覺原來我沒有放到你的 你都歡迎留言給我 或是PM我 我再加上去的資訊欄吧 那希望我們這個 香港的Pokemon Game的界別 那資訊更加流通多些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了 拜拜 都會說 都會留下 私間是